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宋家豪在季后赛,称职扮演旧火队,平用钢速球标K,让日媒印象深刻,为何乐天教练团会如此信赖今年才从玉城升上来的球员,有日本球迷想到27年前的台日元。 1990年时任中日守护神郭元智商痛缠身,一名菜鸟投手从先发转任后援,迅速接手郭的角色,环标出日之土投最速的157公里,最终以31次救援防御率3,26荣获该年最优秀救援投手新元王,让郭元智复出后转任先发投手。 这位以钢速球闻名的前中日投手,正是目前宋家豪在乐天的投手教练宇田刚,一名日本球迷说,跟郭元智同样来自台湾的宋家豪,靠着类似宇田刚的钢速球,逐渐变成球队就是主,不可思议的缘分呀。 不过宇田刚才鸟年固然风光,后来肩膀和手肘也不堪负荷,职业生涯只有7年,留下59救援防御率4,58的成绩郭元智转任先发在头6年,并于1994年成为史上第五名百胜百救援的投手。 郭元智资料照记者料要东设。